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整自己的预期 然而真正奔波在找工作路上的应接生们 却纷纷表示不可思议 什么 还敢要这么多 应接生谈前唯唯诺诺 用一句话来概括如今应接生的找工作现状 卑微新人在线谈资 以往每逢毕业季 网上都会有HR吐槽现在的年轻人眼高手低 一开口就要月薪过万 如今他们已经默默换了个态度 我哪敢给意见啊 公司说多少就给多少吧 B站上有位饿不住 分享自己的求职经历 作为985毕业生 学历起点已经超过了职场中大多数新人 而他自己对工资的期望是2500元左右 远远低于报告中的6295元 在进化中 这笔工资中将有1500元用于房租 至于其他的生活支出 他有信心压到每个月1000元 还是得以能够生存为主 应届求职者的确越来越不敢要了 打开各大平台的职场帖 往年大家讨论的还是 谈心技巧 优秀案例 可如今在那些 教你把工资从8000谈到1万的帖子中 不会缺席的是泼冷水 哪有几个公司会给你那么高的 你清静一点 小红书豆瓣里挤满了年轻人 求助网友 这个offer能不能接啊 点开一看 不是底薪三千五的助理 就是睡前年收入不到七万的会计 哪怕双一流学校的硕士 照样逃不过自我降薪 别人要一万的岗位 我五千也去 也有应接生逆流而上 试图为自己争取更高的薪资起点 不过论姿态 早就没有前几年那种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的潇洒 精心揣摩意图 小心翼翼地开口 打个不太贴切的地方 跟试探男神女神喜不喜欢自己差不多 前脚在会议室里故作老程 如果工资弹不下来 可能就不考虑了 后脚就在网上慌乱地发帖 完了 周分是不是凉了 当然很多时候 他们跟这份工作的关系 也就是这么脆弱 本想看看能不能再多要个五百块 结果HR直接说 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吧 以后再也不敢谈薪资了 毕竟好好地 没谁会跟钱过不去啊 应接生不敢要高薪 大多是因为要不来 澎湃新闻曾经就此采访过 某一本大学性管专业大肆的学生 对方直言 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自己的标准比现在要高 但几个月过去了 依然没有拿到over 最后也只能降低标准 目前正在一家公司实习 希望能够留下转正 上文说到的那位985毕业的 一开始求职瞄准的 也是以高薪著称的互联网大厂 但因为专业不对口 实习精力也不足 多少份简历都湿沉大海 好不容易得到几个面试机会 但因为自己性格内向 表现不好 最后也没有了下文 把可接受的薪资定在了2500 因为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 考研没考上 over也没有 应接生开始讨论降低工资期望 其实是近几个月才有的现象 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 职场APP上的话题还是 大公司边缘岗位和小公司核心岗 over该选哪个 某某行业前景不太好 要不要跨专业投简历 如今离毕业不足两个月 大家的焦虑仿佛正在指数般增长 尤其是那些手里还一个offer都没有的人 在有关薪资的抱怨中 现在最常出现的词是 错过秋招 还没落听的毕业生 恨不得把这四个字写进自己的 人生遗憾清单 还得给他排在前三 但严格来说 这并不能算是错过 更像是取舍 应接生的秋招季 大概在毕业前一年的90月份 跟各地各校的考研考工备考时间 刚好撞个正招 这是每个大四学生都要面临的选择 是专心复习准备研究生公务员考试 还是到处跑校招 海头简历呢 在大家扎根考研考工的趋势下 选择前者 失败的几率正越来越大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 2022年的考研录取率只有24.22% 与往年相比呈下降趋势 没有考上理想院校 考见体制的学生们 只能半被迫地回到秋制现场 另一群人虽然在秋招中成功上车 但却无情地被甩了出来 在前阵子的互联网大厂裁员潮中 就有不少应接生现身说法 谈及手中的offer被公司 以名额取消的理由作废 网友王乔去年底 拿到了某制造业公司的销售岗位 本以为可以按部就班地实习转正 结果最近突然被人力通知 薪资构成变成底薪加绩效加补贴 相当于变相降低了基本工资 对于这些人来说 年初的春招就像是亡羊补牢 但在就业环境的猛然收缩的趋势下 所谓弥补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往年的春招通常意味着机会变少 斟酌的余地变少 是可以忍受的代价 但现在那可能就是就业还是失业的区别了 先是互联网大厂全面缩招 然后是招聘季歼三银四的消失 就业机会的变少 更不止局限在这些天天上热搜的行业中 因为化学专业的应接生考研失败 最近参加某半导体陶瓷公司的 技术港应聘 几轮鄙视面试后 被告知岗位需求缩减了一半 无奈落选 即使那些最后找到出路的 也往往面对的是 待遇福利的全面僵集 有不少应接生选择慢就业 但所谓的二战考研考工 很容易又是一场空 而对于那些已经想好 要步入职场的人来说 更理智的选择显然是 别管好不好 先找到再说 这连招聘的数据线上 截止到四月中旬 只有15.4%的应接毕业生签约 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求职的应接毕业生中 46.7%收到offer 都大幅低于去年 在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应接生们更加不敢拿时间去赌 于是标准的下降 不只体现为期望薪资的降低 还有关于工作的方方面面 比如去年还被担忧 加班压力大 如今已经越来越少 在应接生口中出现了 除非是跟底星叠加debuff 偶尔有人面试面烦了 抱怨怎么就找不到 交满无险一斤双修的工作呢 还要被同为应接的网友教育 要实际一点 还有双修 我想都不敢想 月薪不到三千 感觉自己是个废物 相比于职场老鸟们来说 薪资对应接生来说 往往有着更复杂的意义 因此他们面临着 更紧迫的生存压力 很多打算在一二线城市 就业的应接生 最大的担忧 是工资 无法支持自己的生活开销 高了要不到 低了连房子都租不起 而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意义 在于精神层面 第一份工作能赚多少月薪 往往是即将走进职场的应接生 进行自我认知的重要标准 考虑到国内很多大学都没有真正有效的就业指导 这常常会变成唯一的标准 在各种有关希望薪资的讨论和抱怨中 最扎心的无疑是下面这种 我已经把要求降到什么什么了 还是找不到工作 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出路 你抱怨昨天面试的工作 正是工资两千六 无险没有一斤 实习期六个月还可能随时被开 第二天发现竞争同一岗位的 还有六个硬片者 各个履历都比你要光鲜 可怕的不只是在果园里摘不到满意的苹果 而是明明看这果子明明哪哪都不好 但连抢都抢不到 客观来说 无论是在找工作还是谈心资 都是起业于个人双向选择的过程 但对于应接生来说 更像是自己作为职场人的人生分极考试 除了问网友自己该不该接收低薪水之外 另一种求助在应接生中也很常见 发现工资要低了 有什么办法挽回呢 不只是在经济层面觉得亏 还会担心工资低会不被领导重视 以后的升职跳槽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每一次面试失败 每一次被HR给出不符合自己期望的薪资 都像是在刚刚踏入未知的领域时 就被贴上了 你不值这个价钱的标签 网上很多谈薪资的教程 也在有意无意地放大这种焦虑 比如教你要尽量地拿着其他offer去谈判 体现竞争力 提出掌心前要评估自己对公司的稀缺性 防止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些对于一个工作了几年 对行业有了解的求职者来说 可能有用 但还没正式毕业的学生 哪有能力做出这种判断呢 对他们而言逻辑往往是反过来的 能拿到多少就说明我有多重要 从学生转变为职场人的这一年 薪水是他们卷子上分值最高的一道题 经济的压力 对未来的迷茫 对自我的定位 都压在这个数字之上 因为对职场 行业不了解 而拿到不满意的收入 反过来又因此产生自我怀疑 很荒唐 但我们很难指望年轻人 靠自己跳出这个循环 只希望生活能对年轻人 稍微温柔一点 也希望 无论有没有拿到期望薪资的年轻人 都能够迅速而平稳地 度过自己的迷茫期 毕竟 找到工作只是作为独立生活的成年人的 第一道难题 以后 还有更多难关要过呢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好了 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文章分享到这儿就结束了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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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